大家好我是Kamen 那今天很榮幸可以來參加這個 由BHR英國鐘標協會所舉辦的 陸海空學者講座 那這個講座很特別的是說 他是集結陸海空這三個 錶款領域的一些學者跟資深所商家 然後來分享一下他們的一些收藏跟故事 還有一些歷史的設計 變革這樣子 那展會中也會有 展出一些非常稀有的錶款 那跟其實都已經非常非常的一些古老 那也有許多資深的玩家 你可以當面對面跟他聊聊他的收藏的過程 跟他一些研究的一些心得這樣子 這個其實都跟我們Lincoln太陽精神非常非常的符合 所以因為我剛好在倫敦 所以才有這個榮幸可以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到這個活動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我今天手上來做一些wristwatch check 今天手上所陪大家的各位看到這個是 Maisong Sinodont所推出的 Imperial系列的 有梅花面盤深藍色的五葉藍 Midlight Blue Maisong Sinodont的一個錶款 然後這一次表已經陪伴我在倫敦已經大概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快兩個禮拜了吧 然後我也在Lincoln太陽網站上面發表了一下我的表評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Lincoln太陽網站上面去看看 也可以到我們的粉絲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你的心得跟一些評論這樣子 那事不宜遲我們到裡面去看看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現在這是其中一個講座裡面的一個情況 然後還有非常資深的學者跟來分享一些他們的收藏 跟一些這些設計的一些故事跟歷史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這旁邊都是一些在展介裡面的一些展出的樣品 這些都是今天在場的受商家帶給大家看看的寶物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十二支軍表 就是大家可能聽過的Dirty Dozen 全部十二支都是同一個阿伯所擁有 有關Dirty Dozen的故事大家可以上網查查 或是可以公布我們Link and Tag的徐老師幫你們解答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一次十二支同時出現 那現在這些表大概價值都不菲了 這邊還有幾支比較稀有的浪情的軍表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都是難得一見的 然後再過來這邊看到這個是以前樣式的比較大 大尺寸的飛行表 以前的飛行表真的都非常的大看 然後這邊是Smith系列許多古董的軍用手錶 那今天也有玩家他只分享Smith 他也只玩Smith 然後他也分享了許多Smith的密行 還有一些故事都是相當難得一見的 你需要大概要玩非常多的一場 會有這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這邊是一些表帶跟這一本Manager Word 那這一個玩家呢他非常的特別 他只收集一款手錶 他就是只收集Rodney的Namitimer 但是這款手錶他從1954年開始收藏 不同的版本設計細節年代不一樣 只要不一樣的Namitimer他就收 然後總共超過28支 那他不是只買了這28支而已 他是一次買很多支 然後比較留下狀況比較好的那一支 那之後同一款樣式 如果他有在收集更好的話 他就會把它換掉 所以總的各位來說 他就是應該算是全世界最懂 RodneyNamitimer的阿伯了 那這邊都是他當場 就是現場帶過來給大家看看的那些 稀有的正常跟不同樣式的手錶 都是相當難得一見 有的不一樣的 對你來說 就是在高分別的手錶 那不用再加了 然後再加了再加了 對這都相當得多的 拿來給大家看 就通過了 你的手錶 我們也要用誤用 並按照收集要找 去年 不�慮 可以 有 從早上到現在6點這個一整天的BHI活動終於到了尾聲 那收穫非常多 那聽到了許多資深玩表家的知識交流 跟一些只有最資深的收藏家才會知道的一些故事跟心得 有些東西甚至連原廠他們大概都不太曉得 因為像是之前的自表師大概都已經退休了 新的自表師可能只專注在現在的科技 所以這些專門的知識就會在這些非常資深的玩家上面流傳 那這艘大戰之後留下來的戰艦 HQS Wellington 戰艦就是今天的活動場地 算是有呼應到這一次鹿海空系列的主題 這個也是BHI第一次在倫敦辦類似的研討會 基本上一年都會有一次類似的活動 那下次有記的話 Lincantar再會跟大家分享類似的活動 Lincantar的朋友我們下次再見了 為了